在静坐放松的状态下 有时候能觉知到身体内部会有一些流动 很明显的是脊柱有时候会像水蛇一样 会有一些扭动 甚至有一些小的关节 那有时候呢 直接身体会动起来 甚至会做一些动作 都是身体自发的 就是不自觉的这样子 就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这样的变化 那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如何处理 以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 是否该停下静坐 先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 好 当你静下来一段期间 身体的能量 身体就会得到充电 我们讲充电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事实上就是大自然的能量 气 在 在补充 在调整 所以你身体里面的能量 会渐渐的充足 渐渐充足 它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感觉身体好像 有什么像水蛇这样在动 那事实上是身体里面的能量 那个气 它在流动 重点是 你要有明觉 第一个 你要明觉 清楚知道 现在这事只是一个情况 身体在调整 你要不迎不拒 放松 不迎不拒 保持明觉 让身体自然调整 如果有时候会比较明显的晃动 我们提醒自己 不要去影响 不要去感到别人 不要制造噪音 如果它轻微的一种动 你不要去迎 不迎不拒 然后让它自然的调整 这样可以 现在 怕的就是 起了贪爱 起了恐慌恐惧 起贪爱 后面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起贪爱之后 后面就容易走火入魔 如果你不迎不拒 保持明觉 身体让它自然调整 还有有时候 如果它晃动的幅度比较大 就提醒自己 要保持明觉 放松 放松 这样的话 它就 它调整之后 后面就没事 就会渐渐 也会灵 也会灵静下来 OK 好 那就是 有一次就是 比较厉害的是 在下坐了之后 就是在平常的 走路 逛街这种时候呢 当你坐下来 身体好像还是会 不自觉的会动 就不是在静坐状态下 出现过一两次 这样子 也是同样的状态吗 对 只要你保持明觉 有明觉 不贪爱 就没事 你放松 它就 它就会做一些调整 没事 OK 不要贪爱就好 就是让它放松就好了 对 但是要有明觉 不贪爱 好的 谢谢老师 一般会出问题的就是 起了贪爱之心 认为 我现在渐渐有成了 练气功 那个 很容易引起一个人的欲望欲贪 当你欲望欲贪之后 后面问题就出来了 容易走火入魔 如果你不起贪爱的话 那是身体里面的气血在调整 你放松 让它做一些调整 你的身体 对你身体的康复 修复都有帮助的 OK OK